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直接印象是氢气靠近火会爆炸 但其实我们非常容易挥发 并不容易燃 大家好 我是氢气专家水先生 根据最新研究 氢气可预防老化 今天主要想让大家了解氢气和人体健康的关系 人出生后年龄增长 自然会老化 为什么会老化呢 其实 人活着最重要的意义是会吸收能源并且制造能量 人体在制造能量的过程中本身就会引起老化 具体而言 老化是什么状况 大概就是牙齿掉光 没办法吃饭的年纪吧 人体细胞内有一种组织叫做线粒体 能量就是在此制造 线粒体 其大小直径约0.001毫米 会分裂 增值 彼此粘在一起 线粒体吸收我们吃饭取得的糖分 让这些糖分和呼吸吸入体内的氧气其反应而燃烧 产生能量 线粒体制造能量过程中 多出来的电子会附着在氧气上 形成活性氧 这是一种不正常状况 活性氧则是老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活性氧有好的也有坏的 刚在线粒体形成的活性氧 可以帮助人体杀菌提升生理活性 具有正面贡献 不过即使有正面功能 活性氧还是容易会捉到失控 它们不断取得更多电子 氧化力越来越强 一旦氧化力超过某次段 活性氧会变成横行霸道的坏蛋 到处攻击正常细胞 对人体造成伤害 好的活性氧可提升人体免疫与生理活性 坏的活性氧 则伤害细胞与遗传基因 造成老化与各种疾病 我费了很大的力气研究 想了解活性氧为何造成人体老化 引起疾病 结果发现答案就在你们身上 什么 在我们身上 没错 正是你们氢气可保护着人体细胞 也就是 一旦有活性氧为非作歹 氢气会跳出来 和活性氧同归与尽 避免氧化损伤 保护人体细胞 亲戚这种抗氧化作用 可避免疾病与快速老化 听说最抗氧化的营养素是维生素C 我们也具有相同功用吗 是的 但你们的抗氧化能力 比维生素C弱一些 所以是你们代替身体组织被多余活性氧氧化 发挥抗氧化效果 但是你们并不太容易被氧化 良知活性氧不会遇到氢气就反应 也就是说 你们不会影响良知活性氧发挥正面作用 可与你们反应的只有具有强大氧化力的剧毒活性氧 总之我们只有遇到氧化能力强 恒充直状的剧毒活性氧才有反应 我们只负责清除剧毒活性氧 你们的身体非常小 什么地方都能进去 大脑与卵子这种人体组织 自我防卫的门关得紧紧的 抗氧化物质与药物都很难进入这两个区域 确实 维生素C个头太大了 非常难以自由进入身体细胞各个部位 没错 你们的体积远比维生素C小 所以进入人体 可以任意在细胞内钻来钻去 只有这样 你们才能可以随时找到剧毒活性氧 把它们中和掉 氢分子与氢离子的差异 两个氢原子手牵手结合起来 进入稳定的氢分子状态 这和氢离子有何不同 是啊 有什么不同呢 所谓离子就好像氢分子伸出一只手 希望抓住其他氢原子 看起来像氢原子 但实际上和氢原子不一样 氢离子是没有电子的氢原子核 一般出现在水中 可和水分子结合构成H3O加 氢离子没有还原性 氢分子与氢离子差异就在这里 天然的水中一定存在着氢离子 但并没有氢分子 酸味就是水中氢离子过多造成的 氢分子则没有任何味道 总之 氢气不喜欢孤单 爱和别人牵手 追求安定 所以除非处于极端特殊条件下 如超高温 否则不会安于独处 这样的氢气 当然没办法存在于生物体内 所以 我长期努力研究 如何让氢气进入体内 氢气化妆品的效用 听说氢气水造成化妆品 可美白是真的吗 确实能减少皱纹 减少色素 因为皱纹和色素 就是皮肤细胞氧化损伤所致 看样子 氢气化妆品很有用 氢气化妆品充分发挥氢的效果 用过的人都表示 可以改善肌肤干燥 恢复肌肤活性 那就能帮助女性增加美丽 是最佳基础化妆品呢 不仅如此 氢气化妆品可改善皮肤发炎 治疗青春痘 为什么氢气化妆品 能改善皮肤发炎症状 这是最近研究 才知道的氢气效用 我仔细说给你们听 氢气是能抑制发炎的消防员 所谓发炎 就像病毒侵入体内 细胞为了加以排除 就产生发炎状况 简单讲 发炎像是体内出现森林火灾 如果细胞是山上树木 病毒入侵就像火灾 火是蔓延成森林大火 甚至会造成生命危险 但人体为了自我防卫 会在星星之火燎原之前 提早发出警告 分泌细胞炎症因子和活性氧 让皮肤发红肿胀 令人们警惕加以治疗 避免病毒危害 像森林大火那样 必发不可收拾 总之 发炎就像先给你打火 烧出防火带 避免森林火灾全面爆发 那就用最小牺牲保护全身咯 没错 也有研究指出 内风湿关节炎 其实就是细胞炎症因子 所造成慢性病 氢气对各种炎症 相关疾病特别有效 我们简直就是 保护细胞的消防员呢 可防止皱纹 氢气对防范紫外线 侵害人体也很有效果 紫外线可协助人体 制造维生素D 提高免疫力 但照射过多 容易形成黑斑皱纹 所以许多人涂防晒乳 防晒乳含有可反射 紫外线的反射剂 但这种反射剂 阳光下也会河水反应 产生毒性活性氧 此时氢气就可派上用场 总之 到处都有毒性活性氧 我们有用的地方多的是吗 是的 人体会氧化逐渐变差 尽量吃难抗氧化的食物 可维护肌肤活力 氢分子还会在许多想象不到的地方 协助维护人体健康 目前日本常见的氢气产品有 水素水 cream 氢气化妆品 氢气泡澡剂等 但我们最期待的 还是能有一台安全的 直接可以呼吸的机器哦 下面再来给大家介绍几点小知识 氢气与遗传基因的关系 基因 是细胞内部设计图 会从父母亲传给孩子 人体蛋白质形成与代谢 都按照基因设计图实行 甚至可以说 生物活着就是基因发挥作用的结果 但若体内出现太多活性养 基因会受伤害 氢分子能帮助人们赶跑体内活性养 氢气能改善宿醉 酒很好喝 但宿醉可不好受 喝太多对身体有害 古人说喝酒结百病 适量喝酒可改善血液循环 消除身心压力 但是喝酒过量 体内会产生大量活性养 宿醉时恶心头痛 就是体内过多活性养在作怪 所以氢气产品可改善宿醉 氢气可促进脂肪代谢 人体基因本身有许多开关 养成好的生活习惯 改善生活环境 基因开关打开 反肢子关闭 研究显示 氢气可协助打开基因开关 制造更多促进脂肢代谢的蛋白质 帮人达到减肥的效果 哇 原来我们对人体有这么大的帮助呀 你们对人体的正面功用可远不止这些哦 继续研究 应该会有更多新的发现 哦 那要是我们大量在人体内会造成伤害吗 不会的 氢气有很强的扩散性 即使大量摄取 多余的还是会跑出体外 因此不会有任何副作用 以后人们在医院或者美容院 保健会所里恐怕就会要经常看到你们了 好期待哦